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的是一个人被困在乱世当中 没有任何可以攀缘借力的东西 没办法 只能抓着吉里往外爬 很疼 很狼狈 好容易回到了家 却发现老婆不在 算挂的人 如果算到这一挂 结论显而易见 雄 人们根据吉里的特点造出了一种防御性武器 也叫吉里 但根据用料的不同 会有不同的叫法 铁制的叫铁吉里 铜制的叫铜吉里 木制的叫木吉里 人造吉里最典型的模样 就是有四根尖刺 伸向四个方向 只要随手一扔 吉里自然就会有三根刺 稳稳地撑在地上 剩余的一根刺向上立着 如果在白天把一堆吉里扔在平地上 敌人当然看得清 但就算看得清 也必须放慢速度 要么慢慢清除这些吉里 要么小心避开这些吉里 吉里如果可以隐身 威力就非同小可了 宋长用过这种战术 为了防御西夏骑兵 入侵大顺城 宋军在城边的河水里边 扔下了很多铁吉里 河水不深 但也足够把铁吉里 隐藏得毫无痕迹 西夏骑兵渡河的时候 战马经常莫名其妙地受伤载道 西夏人吓得不轻 没法解释这种灵异现象 以为有鬼神作祟 孙军在马林设置伏击圈的时候 虽然没有河水可以利用 但有叶色来给吉里引身 在叶木下的山路上 杂草丛生 吉里是很难被肉眼看到的 如果旁娟那边足够从容的话 其实也有破解的办法 三国年间 司马懿为了追击蜀国军队 专门安排了两千名士兵 穿上特制的平底木机 在前面开刀 蜀军部下的吉里 全部附着在木机上 后面的大队骑兵 就可以轻松挺起 但旁娟 就算想得到这一招 仓促之间 也来不及准备了 其实旁娟作为重伏的一方 才是最适合利用大车和吉里 来布置防御工事的 这是古代的经典战术 用大车首尾相连 围合起来 当成城墙 再向这道临时的城墙的外面 大量的抛洒几里 这很能扛得住敌人的围攻 但旁娟一来为了急行军 抛下了后勤部队 身边根本就没有可以利用的大车 轻行战车 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二来不是在白天 而是在晚上进入伏击圈 这两眼的一摸黑 一切呢 都来得猝不及防 孙斌没有给他留下一丁点的反应时间 我们接着来看孙斌的部署 有了低配版的城墙和护城河之后 城墙顶端那种突凹起伏 可以当作掩体的短墙 叫做女墙或者屁密 也要模仿出来 这也简单 可以用盾牌替代 接下来呢 持长兵器的士兵排在第一排 持中等长度的兵器的士兵呢 排在第二排 持短兵器的士兵排在第三排 奴手排在最后 所有兵种就这样按部就班 整体排列出一个有缺口的圆圈 圆圈的中间空无一人 只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之所以不知道 是因为记载孙斌兵法的逐简 有损毁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呢 看不清楚完整的字 只能看到一个木字边 参照使记和资质通鉴 这个木字边的字 最有可能的是树木的树 前面讲过 孙斌在伏击圈的中央 留下了一棵大树 在树干上卸下了 旁圈死死树下几个大字 只等旁圈燃起火把去抗 乃腐圈不知妥当了 还要在外围设置港哨 侦察敌情 一切办妥就只等旁圈入购了 让我们复盘一下 孙斌的排兵布阵 会发现他要用到的主力兵种 是弩手 其他布置 要么是为了让弩手 可以最大限度 发挥攻击力的 要么是为了保护弩手 不受敌军反扑的 你也许会生出一个疑问 在古代战场上 一项充当主力兵种的弓箭手 哪去了呢 这个疑问啊 可以透露出两个信息 一是在武器的发展上 弩相对于弓 有了后来居上的趋势 二是在山道打伏击战 弓却是没有弩来的好用 弩到底从何而来 并没有可靠的资料 唯一的出处就是一部 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 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的原作者是 东汉学者赵业 他在年轻的时候 做过县城里的基层公务员 有一次都游来县里视察 赵业呢 职责所在 必须搞节奈 偏偏赵业是一个 秉性清高的人 不愿意向都游大人低头折腰 索性的辞职不干了 这个桥段 你一定很熟悉 因为他后来 原封不动的被陶渊明演过一次 流传为不畏五斗米折腰的假话 远不如陶渊明出名的赵业 就这样被剥夺了 这场伟大行为艺术的原创资格 辞职之后 赵业选择了自费进修的人生道路 远赴他乡投名诗 学习诗经 学的太勇气 以至于一连二十年 也不给家里写一封信 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 所以从学术渊源来说 赵业应该是诗经学的专家 事实上 他在当时 也确实是以诗经方面的著作 受到业内大佬赏识的 但是赵业的学术专注 早就散逸了 反而是一部 有点贤书兴致的 吴月春秋流传至今 这部书的主题 是吴王夫差和 月王勾建的争霸历史 材料来源 既有左传 国语和史记这一类的正经书 也混杂着不少未经考证的传闻 很可能还有一些虚构的地方 赵业能把故事讲得很生动 所以吴月春秋特别有生命力 里面的故事不断被各种文学作品改编 距离我们最近的改编 应该就是金庸小说《月女剑》了 在吴月春秋的原版里 月王勾建向大臣范礼请教复仇大祭 范里推荐了一名农村的小女生 这名小女生自学成才 悟出了精妙无敌的剑术 可以一一当百 于是月王勾建赐给她月女的名号 请她出山训练军队 月女剑故事的下文 就和我们的主题直接相关了 有了剑术总教官 显然还不够 范里又推荐了一个人才 神射手陈音来自楚国 陈音为勾建讲述公弩发展史 把弓弩的源头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弹弓 我在唐诗进阶课里讲过这段内容 当时的重点是一首和弹弓有关的二言诗 诗是这么写的 断竹 蓄竹 非土 猪肉 但现在我们的重点就该转到弹弓本身了 陈音讲到弹弓演变成弓箭 高明的箭术代代相传 传到秦氏的时候 秦氏看到天下大乱 诸侯互相弓法 单靠弓箭的威力已经没法制服战乱了 就在弓箭的基础上搞研发 于是发明了弩箭 相对于弓 弩 有这样三个突出的优点 一是一个人只要稍加训练 用弩箭就很容易射中目标 二是射击的时候 只要瞄准好 扣下扳机就可以了 身体的动作很小 趴在地上也能射击 隐蔽性很强 不想拉弓啊 需要身体大开大好 三是臂力不够也没有关系 可以借助腰腿的力量 不想拉弓呢 只能凭着臂力 但是有力不有弊 弩有一个最重要的弊端 就是射击的准备时间太长 不像弓箭那样 可以快速的连射 这在对抗敌人快弓的时候 相当不利 所以弩箭要想做出 箭如雨下的效果 弩手就要分成几个编队 轮番射击 历代名将当中 宋朝的吴剑吴灵兄弟特别擅长这种打法 吴灵创造的叠阵法 就和孙斌在马林的排兵布阵很像 吴灵刚开始摆出这种阵型的时候 因为要对抗的不是伏击圈里 猝不及防的敌人 而是直冲过来的 经过重装起兵 所以大家都不安心 生怕射速跟不上 结果吴灵出来安抚军心 说这是古代的高级阵法 是从车战的战术当中推演出来的 兵书上有只怪你们没有文化认不出来 吴灵的这番话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忽悠人的 毕竟他不可能看过孙斌兵法 只可能和孙斌兵法不谋而合 但无论如何 军心确实安定了下来 这个阵法也确实打赢了金国的骑兵强攻 话说回来 孙斌在马林道上布置好了一切 不说别的 但是你有背对无背这一点就已经站进了迎面 庞娟到底还能怎么挣扎 我们下一讲再谈 拜拜